請收看 為心世界 為心證得 各位,謝謝你 兄弟兄师姐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维心正道。 师父开示,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念头,一点灵光的存在。 过去几千亿万年来,始终不停地在轮回,永远不会消失。 而会毁灭的只是我们的身体。 维心正道节目邀请一经大学闲士同修学习的心得, 以案例正道分享,共创人心和谐,世界和平。 今天接受访问的,我们就来一一介绍哦。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洪阿丽,洪师姐。 洪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草屯道长十三届,洪阿丽,阿弥陀佛。 接着要来介绍就是郑丘族,郑师姐。 郑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各位师兄师姐, 大家好,我是南投普里,初级六班,郑丘族,阿弥陀佛。 好,接着要来介绍就是普秀赫,普师姐。 普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 我是南投普里,初级六班,普秀赫,阿弥陀佛。 好,接着呢,我们要来介绍就是谢招宽,谢师姐。 谢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超顿道长十三次, 超超宽,是南投保里人,阿弥陀佛。 谢师姐,我要请问你,因为我们宏阿弥陀佛是你的宏道组长。 是啊。 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营免,以为我们总盟才上课。 我是看台师、厌师的。 是。 我看的师傅就是,他很亲和的。 他对这个,你说,风水、地理这样摆得多, 还有,对他的性态保护很好,我感觉说, 这样就是,真好的一个师傅。 是。 我才会,就是说,我就是,他会讨厌, 说,玻璃如果有开班,我就会去训练。 是,是。 就是,开班去训练,我好像训练十多年了。 哦,因为十多年了。 十多年,但是我就是, 就是,听了训练习不记得,所以, 会训练的很少。 这样,不要紧,我们有听到后, 我们现在会收到我们的训练, 然后因为我们的心中,真好。 这真的是很难得。 所以十多年,你本身有在做工作吗? 有,我也是都要做工作。 就是, 在做什么? 就是,种东西,种手,种食物。 甚至,我这次有贴族头,贴百花米, 贴就是酒保花。 哦,是,是。 这去贴是算工钱还是怎样? 那做没有钱工, 自己贴啦,就是家庭的真厚的路边。 是把经历比较好适的环境就对了。 对,对啦。 对,所以你看,阿丽师姐, 你这样的这些会员, 这三位,这四位坐在旁边。 阿哥,你是这红道组长, 督促他们诵经非常的好, 尤其呢,就是我们的普秀赫普师姐, 他诵经也是千遍。 那我们的郑秋竹、郑师姐, 你很不简单,你诵经有2001部, 你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是在乘衣,乘家庭的。 乘家庭,就是意思说, 这个家庭的衣服拿来在家里, 你就要去乘,是做贱的吗? 是,做贱的。 是,是,所以你做贱, 你怎么有时间再来念经, 念2000多遍? 我都早上五点起来, 就开始理想乘家, 差不多七点多了, 才开始做贱的。 是哦? 是哦,不简单不简单哦, 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乘家, 他买我们做什么乘客? 自头是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普理出籍的, 他乘下午安, 他就会员, 我就是由他经开始去乘。 是,是,是。 乘下就是感觉有点感应, 就是在等一等, 普理开班, 就是阿丽师姐, 这个影片, 再看这边。 阿丽师姐, 很多人去乘客, 功德很大哦?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不简单哦, 那所以我们这个, 昭宽师姐啊, 昭宽师姐你去乘客, 你说你当时听得不懂, 不过就是说, 上京后你觉得说, 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 就对, 像一些家人的, 算是说, 家人要工作, 家人要工作, 就有办法处理。 是,是,是。 所以家人就, 比如说你有上京过后, 有上京过后, 家人就很忙碌就对了。 是啊, 就想要做的功课都, 有办法说日期来办成。 哦, 这样真好哦, 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做人就是这样, 要做到快乐, 这是非常好的哦。 所以说, 说到这个进中门, 我们现在也要来请教一下, 秀贺师姐, 你是怎么去我们做门上科的? 我是红师姐的国家, 常常去他们家。 你去后用头门吗? 他就跟我说, 我一头上头是, 由他共同会开始立, 他就交资, 就立共得会了。 立后, 我刚刚保里那里有人批课, 他就告诉我, 这个很好, 我就做这样, 好, 就保命来托。 是, 是, 所以阿丽师姐, 赌你去那里就对了。 对啦, 你本来都给他用头门, 他用头门有漂亮吗? 我现在看得很漂亮。 有啦, 有漂亮, 他其实很好。 其实很好哦, 两个子逼。 他有冬啊, 他写头门, 冬了一天都不胖去。 一天更生质, 但是从阿丽来说, 行李的, 这样子。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技术的问题啦, 因为做得更加工夫, 头毛就更有动, 你如果青菜, 他只皮隔着, 就更有动。 这样哦。 这是技术啦。 技术啦。 所以说因为技术好, 让大家会懂得。 这样就可以提到很多朋友嘛。 所以现在度我们秀赫师姐, 你去外面上课, 你觉得说上过的我们的艺经, 到开始念经一千步, 你一千步, 你觉得心理上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感受是很好啦, 我们在上京, 你以后感觉心情很轻松。 这样啦。 对啦, 很好啦, 但是我就比较没时间啦。 没时间, 就像我一千片, 那让你有时间要怎样? 就要继续啦, 就要继续啦, 就要继续下口, 保湿, 做什么, 就还煮饭什么, 就比较没时间, 都重当时的时间啦。 对, 没关系, 要尽量, 因为师父给我们开始。 本来要煮得好, 三口小的穿起来看得好, 你才来上京, 不然为了上京那里这样努咬咬, 也是师父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当然我来讲讲我们的邱祖师姐, 我听说因为你有来上课, 上京过了后, 因为你当时要买衣服说要拍照片嘛, 灵感很够啊。 对。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次如果一佩衣服来, 就要先做一件油品嘛。 是。 这些油品没有那个灵感, 人家想, 不然如何刷, 方法更好刷。 是。 就是说, 好啊来, 有一次就是说, 没来上京, 一些衣服, 那几天都做八天。 是啊, 做错了吗? 对, 就是这个赛事, 把这个赛事去, 结果就是说, 这样不对, 很久, 有几天在看工作都没有上京嘛, 结果就是靠到去上京。 是。 如果真的用品来的时候, 你想没有那个灵感的时候, 啊, 那天就要做工作, 你去上京。 是。 上京的当中, 就是那个灵感都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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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 那个车衣服就很顺利。 嗯哼。 所以你说送精喔, 其实, 在帮助对家的子女也是很大吗? 为什么你有什么这样的感受? 因为孩子也都很痛。 听话。 他在上京, 他也在上京。 是喔? 你的孩子又大了? 他在上京。 32岁到33。 是喔? 是女生还是男生?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跟着妈妈一起送精。 他自己也都在上京。 是喔? 都应该都在上班了吧? 对, 都在上班。 哇, 真的是很好。 我们学生之前看他爸爸, 他爸爸在做幕称嘛。 那補高位都没工作, 他就跟他爸爸说, 你去上京啊, 我给你教。 啊, 结果去上福德政策, 获得京。 结果上上的, 他本来7月份, 农丽7月份都没工作, 结果今年7月份就工作, 做到做不去。 真的吗? 现在都在上班。 所以说, 我们福德政策, 就是, 我们有很多人, 职一十个, 我还是职一十个, 像我们福德政策, 好的进行, 我们如果说, 这座的好的进行, 今天就要聊聊聊。 但是呢, 我们祈求平安, 工作顺利, 还是家庭圆满, 祈求我们的福德政策, 也是非常的好。 尤其我听说, 我们的福德政策, 跟我们, 当然是我们的老祖, 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呢, 就是说, 福德政策, 要吃甜, 你如果说, 要去拜好的精神的时候, 不用多钱, 要多甜, 他吃了就很高兴。 所以, 所以, 因为这样诵经, 你的先生也开始在诵经了。 对, 他这次, 比较厉害的时候, 他本来是都, 晚上十八天就出去, 这次不是, 他都像上京, 像上的出去。 是, 是, 那当然, 秀赫师姐, 你诵经, 是怎样对你的内心跟祥和, 而有自信? 就是, 我们平常, 如果是说, 没有在上京, 会欲白心, 是, 我们上京的时候, 就转心, 要想一想之后, 就感觉这样, 很好啊, 如果有要求救世, 大部分, 都会实现一个这样, 会实现一个这样。 想到想什么, 要在心想事成, 这样就对了。 所以, 其实, 宋经的功德很大, 不只, 我们就是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其实, 我们为了要消灾化解, 和我们全世界, 加最清楚的近年来, 就是我们的一位年, 伊波拉病毒, 是大家都很欢乐的, 但是, 我们也就是因为师父鼓励, 我们这些功德会, 还有我们所谓的信众, 全民来诵经, 所以我们达到了, 一千一百万部的经典, 所以现在伊波拉病毒, 也已经销声匿迹了, 这也是你常常跟会员说的, 对, 你都跟会员说的, 我也有跟他说, 现在这三十很严重, 师父有说, 现在又说, 要大家比较快, 是, 现在就说, 要再坚持, 要再胜了, 是, 对, 所以诵经的功德, 无限大, 不只是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不只为台湾, 为全世界来祈福, 这宗教的力量, 像我们的维新圣教, 其实就是希望世界和平, 一个法门, 我们每一位的学员, 师父的这些弟子, 大家都说, 努力在诵经, 秀赫师姐, 我听说, 您女儿子还要脱头, 好咯, 但是, 好像, 不知道要怎样, 你是, 怎样自己做的工作, 我就, 本来, 我就想说, 大家是要怎样, 他就本来做, 设计公司, 现在想说, 要顾小孩, 要, 小孩顾得对, 要工作够得好, 我就想说, 刚才不知道要怎样, 不然我就想说, 拜托, 洪师姐, 我现在出钱而已, 不要補也不要, 那我就拜托, 洪师姐, 帮我看一看, 帮, 帮我看一看, 是, 结果他就跟我说, 不然, 对一个好, 真的算了不错, 因为他以前是, 在这什么公司, 在建设公司, 建设公司, 现在是, 是中逢的, 中逢的, 是, 所以算了一个好工作就对了, 是, 阿丽师姐, 你怎么这么厉害, 没有啦, 他之前, 他就跟我说, 要问这个, 我告诉他, 跟这个工作, 跟那个工作, 他没有跟我说, 多少钱, 因为我有想说, 既然要跟他说, 要跟他说过头, 我就跟他, 勃勃勃好的时候, 我就跟他, 他有请他女孩来, 我去店, 我有跟他说, 你原来的工作, 差不多到这个五万左右, 是, 现在你要过去, 差不多七八万, 真的喔, 我有跟他说, 你要过去才七八万, 是, 但是是不错喔, 这样啦, 你还会比较均证, 可能会比较好, 是, 是, 我相信, 他没有办法, 他会去做, 是, 我说, 两位那位, 那位也是, 女孩, 如果有四五万照理, 也是不错, 他就说, 那位不能照顾小孩, 那位可以照顾小孩, 那位可以照顾小孩, 我说, 那位都不错, 你自己考虑啦, 是, 所以, 秀慧师姐, 您女儿女儿, 现在一个月七八万喔? 不知道, 我不敢, 有喔, 可能有啦, 女儿女儿, 我们不用太多啦, 总是自己的女儿嘛, 不过, 我们知道秋竹师姐, 你也很不简单, 你说你们两个儿子嘛, 现在很乖, 又帮忙一起送金, 而且还督促他爸爸要送金, 爸爸又可以接到工作来做, 很不简单喔, 但是, 您的儿子以前说, 军人已经九年要退休, 他说他要靠警察, 结果现在是怎样? 警察就是靠不住, 结果就是, 他今年, 如果出来三年, 一等二月嘛, 是, 二月的时候, 就是说那时候, 我们也是在追捕说, 不知道, 要去哪一段月嘛, 是, 是, 他就一直送金, 一直送金, 结果就是, 他们的哥哥在台南, 把他引渡一期, 把他保命, 结果就是, 也很奇怪的, 他这个做朋友, 他现在在上京, 我叫他说, 上京, 他每天就是, 在楼上上, 上两三天, 他说, 他哥哥卡电了, 有消息了, 有消息了, 有消息就是说, 他已经扣到了, 不是, 他也不用扣, 他日日就是在职的, 日日就是直接, 还可以日期, 可以再续他以前的年份吗, 年份没有, 年次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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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次续以前的, 那也不错啊, 年份就是重新开始, 是, 那太好了, 所以也都是因为送经的关系, 他自己有没有很努力在送, 他都自己送, 太不甘单, 所以说, 不管是, 我这样访问的话, 不管是你要找工作, 换工作, 或者是要升官发财, 甚至哪里做事业, 或者是身体的问题, 你来送经, 会得到很大的法益, 请去请问, 阿丽丝姐这厉害, 你送了天德经, 有20部以上的这些, 这本天德经, 还可以帮忙收经, 左七千右七千, 然后, 辛苦繞繞的, 也帮很多人收经, 所以说, 这个阿丽丝姐会做, 但是我们自己也会做, 只要你努力的送经, 你一定可以达得到, 所以阿丽丝姐, 你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你这个房地产的问题? 房地产, 那是我还减的, 有的人, 因为我过去不是在做的, 有些人去讲案件, 说不成, 他就来找我, 我说, 这都是很难做的, 会努力, 你才来找我, 因为我大部分就是, 我们有这个阿丽丝, 我一定先给他, 我会说, 帝好给我, 我会先给他扶个刀, 我会先给他扶个刀, 比如说, 他是要委託给我, 或是没有, 我如果要去看这堂土地, 我会先给他的帝好拿来, 我就先给他扶个刀, 是, 这样很损失两天, 就好洗了, 看这个刀就是, 可以多多少买买, 比如说你是, 比如有一个人, 有一个案例就是, 他打电话, 我说, 他看这个微信正道, 他一直要来拿这个电话, 拿我的电话, 他说拿不到, 有一个因缘, 拿到他跟我说, 你不要跟那个人, 我说不要, 我说什么事情, 因为我不懂他, 他说我在电视看到你, 他说房地产, 我家的土地五十年, 没得到处理, 他说他找到我, 他很感谢老祖的, 他就是有收, 有上经, 所以老祖再给他报这个因缘, 真的他们实在是, 他们那里, 他们那里实在是, 既民都都忘记, 说话都没有, 六千步人, 是是是, 他说我听一听, 我就感觉说, 这后天我这又来, 我就跟他报告, 他本来跟我说,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跟我说, 他看到, 哇, 他要来找我, 我就问他, 你什么名字, 你住在哪里, 我想说, 这名字我都没有听过, 你怎么会摸我, 他就跟我说, 你不要问我, 你什么人给我, 他的电话, 我说, 只要我有法度帮你帮忙, 我会帮你帮忙, 他就跟他说, 我有土地在保利, 我想要, 麻烦你帮我帮忙一下, 我就跟他问, 你怎么带好, 他说有了, 我就, 主席给我, 还带好给我, 然后我就问, 你这边要买多少, 他就说, 17万这样, 他就跟他说, 差不多300万这样, 他就跟他说主席嘛, 我就说, 你这这样, 只要电话说不准, 我看, 你看, 你把他做地道, 所有权杖给他传真, 我看一看, 然后, 我跟他说, 我们当面来说一句, 这样比较好, 不要说电话说, 然后他要在外面, 要去保利的时候, 我就去跟他, 我就急車站起来, 去跟他的帝电去看, 看了我就把他卡他的手机说, 你的土地是不是我在土地安装, 他说对, 我跟他说, 你在南岛, 要来到保利这段时间, 我给你保管保库, 如果可以买10万, 好像阿弥陀佛, 没法帮他买到17万, 结果我说, 委托我给你删15万, 我尽量给你买, 那如果没法度, 10万, 如果说人家出案, 你也要这样买, 他就说好, 结果我给他删, 委托他删15万, 结果也是10万给他处理, 他才说, 你那些购乱很准, 不然, 这是努作, 结果他50年没法度处理, 也要处理完不完, 是, 所以你说你用这个机会, 要来感恩, 我们公的会是吗? 好, 很感谢我们这个公德会, 这个原道家, 原德师姐, 因为很感谢他, 他有保留的案件, 他的卡电, 叫我去看, 所以很感谢他, 给我这个机会, 学习, 是, 非常好, 我们的邱竹师姐, 要有没有感恩的心? 在这段时间, 也是很感恩做, 因为让我们很多感恩, 是, 是, 所以以后要更认真, 更精进来学习, 你说预计在我们丙生年, 要有三千步, 这里有记录起来, 要加油, 好, 好, 秀华师姐呢, 你说预计大概丙生年, 你想要送出老清典, 要量多少? 你现在一千步? 我不要算多少, 我尽量认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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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华师姐, 你在丙生年未来一年, 你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希望家庭平安, 身体健康, 是, 非常好, 所以我们很高兴, 因为阿丽师姐呢, 她是, 还有很多的这些会友, 送金也是送的非常的多, 因为她整组里面, 就有五万六千步的这个景点, 那她当然是宏道组长, 宏道组长有很多的智慧长, 所以我们以后还是会请阿丽师姐, 陆陆续续的把这些会友介绍, 给我们大家认识, 也鼓励大家送更多的景点, 然后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家里平安, 也为大家来祈福大家的平安, 谢谢你们, 谢谢感恩, 祝福你们, 阿弥陀佛, 感恩。 同时, 我们感谢收看, 维心正道, 师父混言禅师开示, 大家学艺经, 国家社会见太平, 阿弥陀佛。 。